生死有两种 一种是分断生死 像我们这个身体到这个世界来 来投胎 到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一段 一段一段的生死 另外一种叫变异生死 它跟这个性质不一样 比如我们现在在凡夫 我们真修真干 真把身见边见放下 那我们就是小臣就是许多话 大臣呢 我们就是初心位的菩萨 这叫变异生死 我们在凡夫 这个身呢死了 小小肾呢 我们生了 我们生极了 我们生到那里去了 就好像学校念书 一年级 生到二年级了 一年级死了 二年级生了 二年级死了 三年级生了 这种叫变异 变异是 为什么叫变异成生死这样 你要吃苦头 你得好好用功念一年了 你才能提升了 你也修行也修得很苦 没有这个苦行 你提不上去 这个苦行叫变异生死 取这个意思 年级生死都断了 这是涅槃 小城镇的阿罗汉 在小城里面修行 圆满 小城的变异生死 圆满 但是他回小向大 大城变异生死 再来 那直接在大城呢 那我们知道 小城的阿罗汉 相当于大城 是姓里面的第七姓 那断阵的功夫 跟气性 菩萨相等 就是尽死烦恼 统统断了 六道轮回 没有了 小城 三谷 阿那罕 都没有出六道 阿罗汉 才出六道 那么在《华严经》里面 六姓菩萨 没有出六道轮回 七姓出了 七姓才超出 那么七八九十 我们就很清楚 两个一对照 就知道 七姓位是阿罗汉 八姓位是皮之父 九姓位是菩萨 十姓位是父 就是十八级 四顺法级 那么到 再向上去 这才离开十八戒 出租路上 十八戒没有了 他提升到 十报 庄严徒 十报 庄严徒里面 修行 没有修行的形象 无功用道 因为他没有 其他东西 所以他就没有形象 他无始无名习气 自自然然的 消失了 需要多长时间呢 三个二生习气 无始无名习气 多难断 这个东西断掉之后 就回归自信 就是科学家讲了 在宇宙不见了 回归自信 他们说不见了 我们晓得 不是不见了 回归自信 那一路 是 明镜 精灵 精进 大 一路 精灵 精灵 精紫